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之前呢,我跟大家介绍过好几次关于彭沙蚂蚁药的做法 彭沙蚂蚁药可以非常有效地根除整窝的蚂蚁 我自己试过很多次了,效果非常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专门针对果树上蚂蚁的防治方法 每年在这个时候春夏交接的时候 院子里都会有大量的蚂蚁出现 蚂蚁不论是对咱们种的蔬菜还是种的果树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 我就迁见到过蚂蚁啃食了我种的秋葵 而且我曾经的果树上也都爬满了蚂蚁 它们会把牙虫同时也搬到树叶上去 而牙虫会让树叶卷曲 所以整个果树的生长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最根本的方法是要根治蚂蚁 今天的方法非常简单 一步搞定 不需要任何化学制剂 甚至您家里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胶带 英文名称叫Duck Tape 鸭子胶带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胶带的黏性非常的强 它有很多种类和颜色 我只是拿的其中一种 之前是用来做装饰用的 那现在剩下的一些 刚好用在果树蚂蚁的防制上 我们把胶带打开了之后 反过来小心地缠在这个树干上 蚂蚁必经的地方 这样就好了 所有的蚂蚁都是经过这个地方爬上爬下的 所以在春夏交接 天气刚刚转暖的时候 就要做好这样的预防工作 这个时候首先出现的是一只小黑飞 它想试一下 结果被粘住了 动弹不得 我这是一棵里子树 每年都会招很多蚂蚁 其实有一些蚂蚁已经爬到树上去了 它们要下来 有蚂蚁已经出现了 它们想尝试接近这个胶带 但是发现根本就过不去 所以知难而退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胶带之下的蚂蚁怎么样 很显然它们想上去 但是发现路被堵上了 越来越多的蚂蚁开始靠近了 树上的蚂蚁下不来 树下的蚂蚁上不去 可以发现区别吗 下面的蚂蚁想上去 发现上不去 就算了 就放弃了 可是上面的蚂蚁真心想下来 于是它们开始尝试 跨越这个胶带 但是发现实在太黏了 只好返回了 此时可以看到 上面的蚂蚁越来越多 可见树上早已聚集了很多蚂蚁 说不定已经有了很多牙虫 勇敢的蚂蚁总是有的 但是发现实在太难了 走到中间就过不去了 又只好返回了 可见这个鸭子胶带是非常管用的 就是因为它的粘性非常的强 不是一般胶带所能代替的 这种胶带非常好买 只要在大型的连锁超市 比如沃尔玛都会很容易的买得到 或者呢您也不一定 买跟我一样的鸭子胶带 可以选用别的其他的 只要粘性非常强的胶带都是可以的 那么仅仅用物理防制的蚂蚁 显然是不够的 为了更好的防制蚂蚁 我还是用了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胖沙蚂蚁药 三勺白砂糖加上一勺的胖沙 再加一些温水把它们化开 胖沙非常好买 在一般大超市的洗衣液专区 就可以轻松买得到 这一大盒也只要5块钱左右 胖沙蚂蚁药最大的特点是 蚂蚁在自己吃饱了之后 可以将粘有胖沙的食物药耳 搬回窝 喂给以后从而消灭整窝的蚂蚁 制作要点一定是 白糖比胖沙要多 三到四倍 然后再随便放入一块食物 比如说面包 即便是没有甜味的饼干 或者馒头也都是可以的 吸饱了蚂蚁药之后 把它放到一个草莓盒当中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草莓盒是自带孔系的 它的上下四周都有很多的孔 所以不需要再打孔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草莓盒 放到了树下蚂蚁窝的附近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树下还是有很多的蚂蚁想上去 我相信蚂蚁窝就在这附近 如果不用这个鸭子胶带的话 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的蚂蚁爬到树上去啊 所以现在双管齐下既用了鸭子胶带 同时树下还放了蚂蚁诱饵 所以物理防蚂蚁和化学防蚂蚁同时使用 效果特别好 在放了棚沙蚂蚁药之后 蚂蚁不是马上就过去觅食的 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以后可以看到很多蚂蚁不再想上树了 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块面包的身上 草莓盒里的面包上聚集了大量的蚂蚁 可以看到吗 它们是从草莓盒旁边的孔隙爬进爬出的 这个时候很多蚂蚁正在贪婪的享受着面包的美味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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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 树上的蚂蚁几乎就没有了 大量的蚂蚁聚集在了草莓盒附近 进进出出 这个蚂蚁药盒非常有效 我每次做都会成功 我也把制作要点分享在了我之前的视频当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看一下这个蚂蚁药盒的注意事项 相信经过今天的操作 双管齐下 这棵果树上的蚂蚁会大大的减少 这棵里子树今年就能够健康的成长 结出更多的果实 到了傍晚天黑之前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一个蚂蚁都没有了 刚才密密麻麻的蚂蚁都不见了 有的蚂蚁把美味的面包搬回了蚂蚁窝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树上的鸭子胶带 这个鸭子胶带可以物理防止蚂蚁对果树的侵害 要说鸭子胶带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是有时效性的 如果您那里灰尘特别大 经常刮风或者有沙尘暴 那么这个鸭子胶带就失去了它的粘性 或者下了雨 这个胶带也就不那么粘了 那解决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把之前的鸭子胶带剪下来换成新的就可以了 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对种菜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